缅甸女白龙王发出2024年语言 青龙喷出红色火焰 把脏东西都烧干净 红旗黄性的国家将改变世界 在这广袤的历史长河中 很多大人物都在人生中的某一时刻突然开悟 获得了超凡脱俗 拥有无法解释的超自然本 不仅在不知不觉中 确定了自己终身奋斗的方向 还在历史转折时期 为民族和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甚至有些人还能洞悉未来 破解命运的密码 遇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以后的世界 好比我们今天故事要讲的主人公 杜隋隋温 他虽然看起来情貌不扬 却可以说是缅甸百年一初的企业 杜隋隋温于1959年生于缅甸仰光 各自哀想 手脚扭曲双耳失聪 说话扣耻不清 虽然在大众的主流认知中出现较少 但他却是东南亚最灵验的占卜预言大使 多个国家的政要商业精英 在做重大决策之前 都会郑重其事地询问他的建议 在这些人看来杜隋隋温 不仅能够从人道的力量 占卜出灾火吉凶为人指点迷津 还能从万物的角度和天道的角度 去看待世界 用自己的智慧来开创更为光明的未来 因此经常有很多人出高架 只为见他一眼 相信很多人都对泰国鼎鼎大名的白龙王很熟悉 毕竟他为内地和港台的很多明星富商 指点过迷津 不少艺人和大佬都因为他的指点而趋极必凶 而缅甸这位杜隋隋温 素来就有女白龙王之称 其预言的准确率高达90%以上 毕竟在缅甸 普通人是没有姓的 这种人代表家族传承的姓氏 一般被看作是尊贵和荣耀的相 只有一些特定身份的人的名钱 才能加上姓 所以很多时候姓就成了缅甸人彰显身份的一部分 其中度就是代表地位比较高的女性的境 据起小时候 堕碎隋温的命运就充满了各种曲折也不错 在八岁时他生了怪病 在虚弱至极时 幸好有一位高僧主动为他诊治 奇怪的是 在这之后 杜隋隋温就成了当地主墓的神童 首先杜隋隋温留下的第一条预言是 一条东方的巨大青龙 喷出红色火焰腾飞 熊熊的火焰 将把这片土地上的脏东西都烧干净 混乱将不复存在 和平和安定将到来 一个不拿枪的人会管理这片土地 有人认为这条预言说的是缅甸的邻国中国 因为青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形象 源于古代中国人民的星神崇拜 对应四象中的东方七秀 同时也代表着国家和皇权的象征 众所周知 龙被认为是吉祥与幸运的象征 而青龙则是四大神兽中的一员 通常被描绘为最令妖邪胆战心惊 并且法力无边的龙形动物 预演着生命的播发与永恒的循环 不仅如此 2024年的龙年是慕龙年 又称青龙年 青龙作为东方的领头神兽 注定了他会不自觉地 扛起本不属于他的重头 好比青龙的形象 经常出现在皇家建筑 一炮隐章登上 古人云 假尘之年 青龙得位十谋九成 从更高的维度上来看 青龙往往象征着皇家的崇高地位和统治权威 自远古时期 他便已是人们崇拜的部落图腾 中国人认为 青龙可以使人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 他既具有刚强 猛烈 变化之意 也能在重要时刻 为人带来平安和好与 给人一个活力 向上和希望 此外 青龙也与道德和智慧的象征联系在一起 每当他一出现 就伴随着颠覆 毁灭 冲生 综上所述 这一个预言很可能与中国有着难者难分的关系 来自东方的巨大青龙 喷出红色火焰腾飞 很可能意味着 中国会在2024年抓住时代机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腾飞 熊熊的火焰 将这片土地上的脏东西都烧干净 很有可能意味着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 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把脏东西一一清除 包括战争 饥饿和争斗 也将掩旗息骨 这一点予以青龙所代表的仁爱 钦讯等美德相呼应 所以我们不妨期待龙的传人 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大放一彩 缅甸预言家 不随随温2024年预言说了什么 其中提到 黄种人将超越百种人成为最高贵的存在 你认为这些预言有多少可信多了 以及这些预言是不是真的 会在他去世后慢慢应验 其中一个关于泰国的预言是 夺其王位者久世而无 很多人听到这里感到一头雾水 其实这个预言是在暗讽 泰国国王的王位来路不正 因为历史上曾有一个太极华裔 凭借出色的谋略和智慧 在泰国当上了国王 但是却被自己的女婿 联合其他贵族发动宫廷政变 最终惨死 辛辛苦苦打击的江山 也露入到了别人的囊中 据说这位华裔泰王 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诅咒 表示那个弑君篡权者的王朝 必将徐世而亡 要知道冥冥之中 一切都是由因果包拥 如今泰王马哈的后宫 接连被爆丑闻 何尝不是一种灰旋镖呢 而且王储替帮公 太子又是新天性的残忌 很能确保国家 交在这样一个人的手中 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不仅如此 杜碎随文还预言 黄金的庙宇都融化在丽艳中 王冠掉落后将不会再被捡起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洞南亚 享誉圣明的佛国 而且这个国家自古以来 都有着深厚的君主传统 所以这句话很有可能说的是 这两项流传之间的传统 即将被彻底颠覆 不过气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 还不好说 除此之外 杜碎随文还有两个指向性 非常明显的语言 其中第一个说的是 红旗黄线的国家将改变 一个开始触碰最大的权杖 另一个将再现前一个的奇迹 崛起成为瞩目的明珠 事实上国旗是红旗黄线的国家并不懂 尤其是在缅甸附近的国家 更是只有中国 因此人们推测 这句语言是说 中国将继续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里 发挥自己的打国能力 继续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与国际影响 而它第二条关于中国的预言则是 白色的人不再高 黄色的人将重新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 就和以前一样 我们都知道 昔日的中国是一头凶猛的狮子 而中国人以为要的黄皮肤 更是文明和智慧的相应 希望有朝一日 随着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 一支重要力量 黄种人也能继续彰显荣耀